11月6日 丙嫂在社交平台发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张九龄一只手牵着烧买 另一只手抱着一颗大白菜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舒子两人关系真好 当然这也不稀奇 毕竟九龄最近一直在跟丙哥健身 而且烧饼作为老队长 张九龄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也会经常向烧饼请教 九龄能跟烧卖一起玩也并不稀奇 就是九龄到烧饼家哄孩子 让不少网友猜测 怕是酒队又缺人了 熟悉的网友都知道 在之前张九龄可以说 将求人得有个好态度 发挥得淋漓尽致 将烧饼和九华曹贺阳都得罪了一遍 因为就场演出张九龄还特意拉了一个群 群名就叫求人得有个好态度 而且在四哥找张九龄演出时 张九龄还让四哥与他的经纪人联系 将求人得有个好态度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然张九龄也不好过 在张九龄找其他师兄弟就场时 这一幕也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不少网友猜测张九龄这事 来刷好感度来了 怕是酒队又要缺人了 不得不说队长不好当啊 九龄太难了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纷纷陷阱 让张九龄学学何九华 跟丙嫂打麻将 让烧饼带孩子 毕竟丙嫂在家中的地位 可以说是一言九鼎 一句话就可以操控顶哥 让睡觉就睡觉 让关灯就关灯 就是不知道九龄的钱包 能不能受得住 你老豆瘦 妈你了 你都给我喝几下了 我使劲了 我也弄得了 这话 你没有邪和我呢 你媳妇有我钱 我都没想起来 还不能有一两钱花 那是两钱啊 那是两钱啊 这话你一年都我咬 不得不说德云社 真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 看到如今 节目单上 越来越多失联人人回归 网友们也纷纷开心不已 小剧场的安排也非常给力 就是不知道能擦出 什么样的搞笑火花 也期待九龄和烧饼的再次合作 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演出 谢谢观看